繼續我們就來看基隆 因為超大豪雨 導致多處傳出了嚴重的災情 包括在市區有二十多處淹水 而基隆火車站甚至水淹達三十公分高 那麼臺鐵基隆段暫時停止 還有民眾拍攝到八斗子漁港附近 有一顆將近一層樓高的大石頭崩落 砸中了一輛小轎車 另外在必殺魚港旁邊 附近也是有坡地的民宅坍塌 山坡上的民災就這樣應聲倒塌 民眾緊呼連連 無獨有偶 在三十公尺外 也有民眾拍到將近一層樓高的大石塊 跟著吐石從天而降 一輛白色小轎車 只差一點就要被壓毀 畫面觸目惊心 索性車主送往醫院檢查後 並無大礙 基隆市三十一號下午降下豪雨 於是又急又猛 造成市區多處淹水 店家關起大門 只能在門口緊張觀望 誰不只淹進了住家 還淹進了鐵軌 七堵八堵等路段 就因為碎石泥巴淹到鐵軌 一度造成火車中斷行駛 到了晚上 公務處派人前來清理路面 由於山上還有一棵巨石 有掉落的疑慮 目前已經拉起封鎖線 將北京路上防護倒塌 及落石路段雙向封閉 明天確定 沒有其他的危險產生的狀況之下 我們才會進場搶修 那目前的機具都隨時在旁待命當中 麥當勞上方是有一棵比較大的石頭 那棵石頭 我們還在持續的觀察當中 相關的氣候跟邊坡的狀況 穩定之後我們才能進場 免得造成二次傷害 公務處表示 為了避免危險發生 將在與市暫緩後 繼續進行路面清理工作 UDN TV綜合報導